那个是最后跟你反过的一个情况是 一位同学的父亲他前几周刚刚突然意外的过世 在农定4月15那一天 也就是他王父的生日那一天 他梦见他父亲坐在饭桌旁边 脸色很好的 然后同学就紧握着他父亲的手是热的 他父亲很和蔼的跟他说 小房子真的是太好了 要记住三清前后 中年前后千万不要断 他说我怎么样就看你的了 然后同修梦醒后他就感叹 小房子真的是非常非常舒适 这个三清前后指的就是清明节 中元节这种节日吗 对啊就是这样 清明节中元节了鬼节了 还有比如说那个那个那个冬至 都是鬼节呀听不懂啊 哦知道了 那他说这个这个节日的前后 小房子千万不能断 因为我们一般性都是到这节日 当天就全部送完 在节后就不送了 那我们需要节后再送一点吗 你这个听不懂啊 三清前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在前面没有送完 你后面一定要补上 现在知道了 哦这个意思 哦这个意思 哦哦 arguably 现在知道了啊 要学啊 没有明示 有支点呢 你一辈子都不懂哎 傻姑娘哎 是的是的 你们过去年纪 过去你们年纪这么轻 你们怎么会接触这些事情的 不可能的 什么都不懂啊 倒了没都不知道 怎么会倒的呢 听不懂啊 对的 谢谢师傅 我们有其他问题 谢谢你保重身体 再见 师父再见